弗龙客栈和秦楼 那他们都去过的地方 便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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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躲在这儿 你过去 我过去 你们俩 这儿 好啊 我过去 玉阳君 你的手怎么 你刚碰了什么 这是何物 此物是白草汁 只要一滴 就能根据不同的药性 变成不同的颜色 这水果真有毒 不 玉毒则会变紫 而这红色代表无毒 小心 我都说无毒了 你们俩打尽小怪的 医者以身是要再正常不过 怎么样 没事吧 果然没错 此物乃善清紫 无色无毒 仔细闻有极淡的香气 平日服用能活血润气 不过 枕症患者服用 会有极大的伤害 那此药可有方便辨别的特征 善清紫产自江南船运发达之地 口供船上之人取暖所用 内陆之人不认得此药 极为稀少 这么说 这下药之人 极有可能是江南人 不错 既然有了线索 本军即刻命人封了这秦楼 定要查出谁是下药之人 嗯 我刚查了秦楼使用的井 里面被人下了药 这秦楼的人未必可知 公子 查到了 符合所有条件的 是一个名叫孤叶白的秦师 有人前夜看到他 从井边匆匆回来 看来错不了 他现在何处 应该位于他朝白河畔的家中 秦楼 我现在立刻派人 去将他装拿回来审问 这把希望压在一个孤叶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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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远远不多 我速去一趟黑市 尽快回来 等一下 这是我刚刚根据 善清子的药性 配出来的最新解药 你路上拿着服用 注意安全 等我 我不管 要不是主人替我们挡下连环债 我那些八邦十六派的弟兄们 早就饿死了 如此恩情 不得不报 要不是当初主人 治好了刘云国的皇子 我们一家早就惨遭灭门了 余情余理 这件事情应该我来做 行了行了 你们这算什么 主人乃是我胡氏钱庄 最尊贵的金主 为了我天下第一钱庄的声誉 主人也当由我来保 别争了 我去 还以 我本已是废人 生无可恋 是主人治好了我的双腿 还助我报了杀父职仇 我这条命是时候还给主人 都别吵了 主人 我玉清落身为诡异 难道连自己的手下 都保护不好吗 如果我进了大牢 你们替我好好照顾难难 一会儿谁都不许出去 听见没有 可是 没有可是 我已经决定好了 他让你决定了 那我答应好 是 每个人都不许出去 把你带到大牢 帮你走 我搭了 好 都从小学 都过了 你姑娘就是想不明白了 我跟青若多年姐妹过命的交情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任我 金姑娘 你这招假意投诚的戏码 虽然愈发炉火纯青 但是当年的我已经领教过一番了 如今啊 你又顾忌重施 又如何逃得了我的火眼金睛呢 真是个呆子 你不信你问问青若 我们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是不会把你的真面目 揭露给大哥和青若姑娘的 这只会徒增他们的烦恼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便可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虽然你屡教不改 但念在你上有一丝良知 我仍当你是朋友 真的 你放心 我定是会帮助你改邪归正的 二公子 你不用谢我 这是我身为朋友应该做的事 我谢你这大偷鬼 这件事果然没那么容易 任主而道远 已经最后一炷香了 你还会心思鼓刀这些药啊 既然一炎制出解药 当然要做好分发下去了 你先救救你自己吧 没找到真凶你嫌疑最大 你也不担心啊 过来吃点东西 主人主人 李大人来了 我对你也不担心吗 只要说我 只要你